看来台湾问题真的非常之多 现在都在钱上头 得要来斤斤计较 因为整个景气不加的情况之下 要砍我的钱 我怎么能不跳脚 我们看到军公教退休人员 对于年终问津金被砍的一个反弹了 那对劳工朋友们而言 今年大家领教到的是一颗茶叶 都不给我的情况之下 接下来要怎么样来看到 每个族群通通都非常的愤怒呢 这个时刻我们看到的是 我们的国民党主席马英九 昨天在中场会上说到了 为什么薪水就是加不起来 他告诉大家 实在是因为老板不加薪 是因为他们赚钱 实在赚的是太少了 整话一出 恐怕又引起更多的反弹 我们就待着看一看 现在大家想尽办法 要帮国民党执政团队 来想办法解决现在的 当前的经济难题 看到的政大金融系 叫做英乃平认为 要赶紧的来召开一个 经济的相关的会议 全国经济会议赶快召开 不要闭门造居 因为我们的台湾这批马 马英九总统陷在泥巴里头 再继续陷进去 大家全民都受苦 那么昨天中常会上 国民党的中常委邱富生 则是强调说 只能把动作做出来 否则一直被贴标签 跟财团在一起 所以他要求马总统 赶紧邀及工商团体 替劳工加薪来把卖 希望做出有感的动作 人民才会有feel 那么来带您看看 预估各国明年薪资的条幅 这边数字提供给大家参考 中国对岸的大陆13% 香港4.6% 韩国大概3.5% 那台湾呢 富比市杂志 最近这个报道 相信大家很多人都看到 也引发讨论了 原来台湾的薪资上涨的幅度 世界倒退第一名 这是台湾竞争力 重要之所在 失诚 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个 最新的这期 富比市杂志的结果 最近因为有个中部 有一个中小企业 他们是搞科技 他们自己十几个人 就是自己有一个 小的圈圈 他们决定裁员了 为什么 他说第一个三无 政府执政无力 然后在野党无路用 我们就无信心 你知道吗 最重要不是企业 现在拿多少 对前景看多看少的问题 我觉得这非常重要 现在如果说 朝野这样继续恶斗下去 大家这样子 以砍别人为乐 然后大家继续这样子 恶性斗争 国租 这样企业赚的钱 会拿来发给员工吗 这一定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今天看这个标题 我还特别抄下来 我说台湾工资停滞 呈竞争优势 富比斯杂志 在这个网站上面写 2007到2010年薪资造退 我说你要怪企业 我觉得现在 等一下相同会 会讲这一部分 但是我要说 今天如果国家 朝野各政党政治人物 继续玩这种表面的 所谓改革的游戏 然后实质进行斗争之时 我相信企业继续会 把钱放到口袋里面去 我再举例 最后我做结论 我上次上某一个节目 那个主持人的弟弟 也是这个企业老板 他说我看 现在看政府怎么做 政府如果继续财 我年终奖金就发一点点 然后我就跟着政府的脚步 我干嘛 我年终人发这么多 万一政府是这样 继续运作下去 我们的国家 怎么会有企业 生存发展的空间呢 我还是把钱 先放在口袋里 静观其变 那怎么可能会加薪 对不对 看来企业老板加薪的意愿 也并不高 因为整个大环境实在太糟糕 看不到希望的情况之下 钱先放起来会比较好 但这对台湾经济未来发展 恐怕只是更加的雪上加霜 我们广告回来继续讨论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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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